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被认为是2020总统大选前哨战的选举中包含了10项公投 其中和同志议题相关的战道5项 同志婚姻是否该得到正式承认 是否应被列入台湾民法的保障规范 赞成派与反对派的交锋 以日趋白热化 2017年5月24日 台湾司法院公布大法官示线 宣布民法为保障同性婚姻 自由与平等式违宪 必须实施修法 若两年内未修法完成 2019年5月24日 同性婚姻伴侣将可适用现行民法 但反对同性婚姻入民法的团体认为 民法规定结婚定义 即是一男一女并主张 如果要立法 应该立同性婚姻法来保障 对于同性婚姻 是否适用民法 两派一年多来激烈争论 因此支持同性婚姻的团体在今年11月24日选举中提出两项公投 一是支持同性婚姻入民法 二是关于国民教育中是否将实施性别平等教育中的同治教育 反对同性婚姻的团体则是提出三项公投 包括民法婚姻 应只限一男一女 不赞成国民教育中 列入同治教育 赞成替同治 另立专法 规范婚姻 同治话题大量进入公投议程的背景是 去年12月 台湾修正公投法 将发起公投的联署门槛 由过去选举人的5%降为1.5% 投票门槛从1分之1降为1分之1 投票年龄从20岁降为18岁 修法之后 许多台湾民间团体纷纷集结 提出自己的公投案 同治婚姻支持团体 Vote for LGBT 领衔召集人 台湾东吴大学法律系讲师 王鼎玉对BBC中文表示 同治婚姻应受到民法保护 加入婚姻成为配偶 就牵动很多法律上的权利 比如共同收养小孩 消费纠纷 医疗同意与否 社会福利 遗产分配等 他认为 另立专法 会花费更多国家成本 内容与权益 不知道是否跟现有民法相符 王鼎玉认为 民法婚姻上 不应该区隔特定族群 婚姻就是亲密关系结合 身为人都有它 应该有的基本权利 反对同治婚姻入民法团体 下一代幸福联盟 则有信义 则对BBC中文说 现在的性教育教材中 有很多同治养成教育内容 他们直接标明同治教育 这种教育就是引导 孩子就会去模仿 他认为 孩子们在小时候不该接受过多刺激 尤信义认为 台湾是友善的社会 但要不要成为同治 不是个刻意引导选项 他说 尊重同治 跟会不会希望孩子成为同治 是两件事 尤信义说 15岁前 孩子应受基本两性教育即可 同治文化 如何列入教育 该由社会学者或其他专家评估 台湾受到长久以来中华文化熏陶 传统长幼有序 男主外 女主内 的基本印象 深植老一辈人心 因此 在这次公投前 社会上呈现 年轻族群支持同性婚姻占多数 老年族群对于反同性婚姻较支持 在游行现场 BBC中文记者采访一对交往两年多的女同志情侣 30岁的杰西与25岁的蔓蔓 蔓蔓表示 她从高中时发现自己喜欢女生 但到了大学毕业后 能自己赚钱时 才跟父母坦诚出柜 蔓蔓说 妈妈一直到现在都不能接受 我们就避免谈这个问题 当初拖到大学才说 也是担心父母会断金元 这次也是她出柜后 第一次跟伴侣一起参加油行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一个真正幸福的权利 而同样是同志的三位男生 36岁的泰迪 32岁的威力 与40岁的包包 则穿上台湾女子高中的短裙制服 来参加油行 泰迪说 我觉得想穿什么 就可以穿什么 性别平等教育 应该尽早实施 虽然 这次公投的议案数量 创下新高 内容也多样 不过综观过去 台湾的公投投票率 没有一项投票率超过一半 2008年的四项公投案 更沦为蓝绿两党 在统独意识上的口水战 投票率更低到 仅约26%左右 虽然修法通过 但是四分之一的投票率 仍需数百万人参与 如果一旦反同 与支持同志的公投案都成立 那就更为尴尬 依法必须送交台湾行政院 由该院一两方总票数 做出妥事判决 对于公投前景 同志民众也是看法两极 杰西根慢慢都表示 还是会担心 包包则表示 票数一半一半 很拉锯 朱明石 与同志哥哥 朱明将 则认为 会通过 没有问题的 27日的游行现场 更举办模拟投票 教导民众如何投票 而反对团体 下一代幸福联盟总照 由信义则说 政府宣传公投的力道 应该要更强 很多公民朋友都还不是很清楚 他们不断透过志工妈妈 自发信在路上 发传单呼吁等 于社交网站上推较战守则 叫如何投票等 对反同工投案成立有信心 台湾中研院法律研究所副研究员 苏彦涂则说 台湾人对公投 还是有浪漫化 跟妖魔化两种想象 公投仅是反映民意 让政府去做修法依据 无论投完与否 最重要是投完后 双方坐下来沟通 他认为公投结束后 政府不该置身事外 要积极执行 台湾是否能承走出 亚洲同志婚姻的第一步 11月24日的公投 将给出部分答案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起太阳养成计划 今后恐怕还要一路照下去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0月30日 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一篇 邓玉文的评论文章 以下为评论内容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要举行 习近平时隔六年 再赴广东视察 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 又只改革开放 40周年 习近平的政策和路线转向 与否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 准确评估这点 需对习近平上台六年来的路线 形成有一个总体把握 这对中国的民主自由力量 尤其重要 因为它关乎民运 在已经到来的大变局中 采取何种行动和策略问题 已故历史学家高华写过一部畅销书 《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 本文也试图说明 为什么是习近平 而不是同时代的其他中共领导人 在权力的竞争中成为新时代的太阳 胡锦涛的教训 回顾习近平执政六年 开局其实不错 和社会有过短暂的蜜月期 他提出的中国梦 虽取悦民族主义和普罗大众 但自由派大体也能接受 特别是他执政后不久 南下深圳 上连花山 拜叶邓小平像 让社会温和力量 打消其座储君时 留下的某种强硬印象 以为他将继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再加上他的父亲 开明形象的英币 因此他的象征举动 达到了效果 赢得了社会 包括知识分子的普遍好感 然而 当民间和知识分子 真采取一些行动 可能冲击中共的统治时 习近平的保守本色 就暴露出来 清晰地显示出他的底线 习近平为什么会这样做 要认识和评价习近平 及其政策路线 先因认识其前任 胡锦涛主政时期的党内和社会状况 习近平的政策 不是从真空中来的 前任为他准备了条件 2014年5月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服务中心的讲座中 把习近平的目标定为 再造中共 实现一党执政下的强国 将其一年来的执政路线 概括为一个中心 两手出击三大工程 一个中心 即以改善中共的治理水平和执政能力 为全部工作的中心 两手出击 指的是在至关和致民两手上 要勇于出击 三大工程 指的是反腐 地方行政改革和法治建设 我当时认为 除非未来有大的突变 否则 习近平的执政思路 在其第一任期内 不会做很大调整 现在看来 这个概括和预测 有对有错 对习近平的目标 和执政框架的分析 我认为 大体还是靠谱的 但具体内容 要做调整 当时所以做此描述 特别是认为 习近平在至关和致民上 会两手出击 两手都要硬 一个根本考虑是 习近平接受了 胡锦涛执政时期的教训 即党软弱涣散 腐败滋生 面对公民社会的成长和抗争 被动防守 节节败退 同时党内的开明派 倡导普世价值 和党内民主 和党外自由派 遥相呼应 要在中国变天的事实 在习近平看来 此态势如不扭转 发展下去 无疑是要亡党亡国的 他不能做亡国之军 父辈打下的江山 无论如何 是不能毁在自己手上的 而这种状况的出现 与最高权力的被分割 党的领导层九龙治水 各管一滩 总书记大全旁落 又有直接联系 这就是习近平得出的教训 邓小平是在 毛泽东遗产的基础上 启动改革的 毛泽东留给邓小平的一大遗产 是意识形态的破产 因此邓小平的改革 必然对意识形态 采取虚无和空洞化的处理方式 在物质激励下 全社会如果没有精神的坚守 或者把致富本身作为精神 那么腐败就不可避免 何况在早期的改革中 为收买权利 邓小平有意识地放纵腐败 所以随着物质财富的扩大和丰富 腐败也必然成愈演愈烈之势 到胡锦涛时期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党内和社会的腐败 也达到一个阶段顶点 另一方面 公民财产权的重新获得 以及社会管制的放松 也让社会获得了喘息之机 逐渐独立于国家 而发展起来 中国各类社会组织 包括维权组织 蓬勃发展 大众的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 也有很大提高 各种维权行动 此起彼伏 总的来说 政府虽对各种维权 进行打压 但却有力不从心之感 在社会风起云涌的抗争下 政府事实上 处于一种退守状态 这在胡锦涛时期 也很明显 另外 党内民主的理念和思想出现 并在胡锦涛时期 成为一股力量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 研究党内民主问题 这在今天 是不可想象的 时任总理温家宝 在多个场合谈及民主 警告没有民主 文革还会重来 尽管一些反对派 以影帝称呼温家宝 但对党内强硬派来说 温家宝有关民主的讲话 是刺耳的 习近平就是在 党内蔓延腐朽和悲观气息 党员普遍丧失 信仰和革命意志 政府无力应对社会挑战的背景下 接过中共最高权柄的 他对这种状况十分焦虑 苏联垮台仿佛昨天 身为红二代 肩负传承红色江山的使命 而胡温作为平民子女 是男友习近平的 此种痛感和使命感的 从这个意义说 将中共政权交回红二代 不仅是习近平一人 也是多数红二代的想法 包括将习近平推向最高权力的 江泽民和曾庆红 江泽民曾为胡锦涛 设计了一个九龙治水的权力制衡体系 当然 是从他们不愿退居幕后的私心出发的 但也不能讲 与胡锦涛出身平民 完全无关 可这个本来为了约束胡锦涛的权力设计 造成了作为职位的总书记的弱势 进一步加剧了上面说到的情况 这是中共高层不曾料想到的 因此改变中共软弱涣散 就必须集中总书记的权力 这也应该是中共高层的某种集体共识 否则很难解释习近平在短时间内 能获得如此大权力 习近平的进攻 可以说习近平执政路线的框架和主体部分 理应在他作处军时就谋划好了 当习近平意识到若不想让中共葬送在自己手上 他实际已无路可退 因而这决定了他不管愿意与否 都必须抛弃胡锦涛以妥协退让 求和谐的做法 无论对党内腐败 还是社会压力 采取进攻态势 其实胡锦涛执政时期的表面繁荣 掩盖了党国的白孔千疮 在胡锦涛时期利益集团的贪得无厌 社会分化与对立 贫富差距的扩大 民族矛盾的激化 以及社会的不满和反抗 都到了一个临界点 习近平要有所作为 只能改变这种现状 改变有两种方式 一向前走 民主化 二向后走 回归毛 习近平选择了后者 这不单因为他认为 党内民主是造成此种现状的原因之一 也是因为民主化的结果必然会弱化 甚至放弃党的领导 而毛氏理念和做法对习近平轻车熟路 融化在其血液中 习近平是要做忠心之君的 他心目中的精神导师 是毛泽东 而非邓小平 但习近平也明白 处在开放的全球化的互联网的时代 需要用现代的方式包装陈旧的内容 所以他将自己主政的时代称为新时代 将新时代的特征定义为强起来 以区别于邓小平时代的富起来 和毛泽东时代的战起来 这里不但有一个对毛邓的继承问题 也及习近平自认为是毛邓事业的继承人 以此确立自己在党内的合法性 重要的是将自己的时代命名为新时代 表明习近平是要做大事的 这就是带领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用他的话说 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 这里突出的是习近平的领导人作用 习近平要用中国梦 把它包装成全民的愿景 所以习近平十八大上台一时 即带领常委班子参观复兴之路展览 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目标 这和十九大后带领常委参观中共一大会址 发出的政治信号是不同的 后者是要全党牢记初心 不忘使命 要实现习近平心目中的这一伟业 前提是再造党 使党重新焕发生命力和战斗力 习近平为此采取的手法是 一手制官一手制民两手都要硬 因为党不是抽象存在 要改善党的治理 首先必须整顿官僚队伍 把官制住修复官民关系 但习近平需要的是顺民 而非刁民 如果人民群众提出过高的 在党看来是非分的要求 也必须压制 因为党满足不了 也不想满足 所以对习近平来说 制官和制民不是截然分开的 而是问题的两面 他构成了习近平执政思路的两个基本点 他在头五年 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这件事上 如何至关 习近平的手段是反腐 同时辅之以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 反腐是习近平建构巩固权力和权威的工具 因此反腐必须选择一个忠诚可靠的得力助手 来执掌 习近平选择了王岐山 组成习王联盟 事实证明 这个人是选对了 整个第一任期都是习王在唱戏 由于中国高级官员 几乎人人屁股都不干净 习近平的反腐在党内 并没有遇到多大阻力 但他的反腐从一开始 就是有选择的 重点是对那些 可能威胁其权力的官员 来开刀 对亲信支持者和红二代官员 不单放过还为以重任 这使反腐沦为政治清洗 等于说只要拥戴习近平就能免于清洗 从而引来高官群体 大批阿语之徒的政治效忠 习近平然后再接再厉 在党内确立政治规矩 强制官员不能有二薪 在致命上 对那些试图煽动明星 暴露官场黑幕 直接挑战党的统治 的异议生硬异议者和反对派 习近平是毫不留情的 要求党必须敢于亮剑 动用专政工具打击 在过去几年里 官方抓的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 比胡锦涛时期要多得多 典型的就是709案 党对民间异议人士和反对派的打击 为防患未然 以法治名义 把党的意志 实际是习近平的想法 变成法律和秩序 要求民众服从 这即是以法治名 这几年 中国出台和修改了 多不压制民间组织和维权行动的法律 敢于亮剑 也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 胡锦涛时期 面对社会各种错误思想的流行 及其对中共的抵制与反抗 官方意识形态部门 节节败退 共产党的破产 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 但他又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 因为这是其遮羞部和政治合法性所需 习近平明白 在新时代 若任由这些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 在中国泛滥 不但中国存在和平演变的风险 他的强国梦也难实现 因此对错误思想及其传播和鼓吹者 必须严厉打击意识形态部门 不能沾前顾后 怕这怕那 进网行动 官媒批宪政 高校七部讲 党媒信党的强调 意识形态 极端重要性的提出 党委书记 是意识形态第一责任人的部署 都反映了这点 在清除各类杂音后 习近平还要让正确的思想 占领舆论阵地 他给全国人民提供的正确思想 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他包含着四个自信 梦论 邪论 颠覆性错误 两个互不否定 和两个一百年 等提法 对习近平而言 既然中国进入了新时代 既然新时代的特征是强起来 那当然要有新思想 作为行动指南 而这个新思想 只能来自他本人 这也是中共的道统 军师合一 习近平的新思想 要论证的是 中共带领人民 已经找到了一条 使中国富强起来的道路 这是一条 不实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 而能实现民族复兴之路 它始于毛泽东 而忠于习近平 对世界也具有推广价值 由此 习近平也就站在了和毛泽东比肩的高度 与此同时 习近平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 也在实施三个配套工程 即在经济上 强化党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控制 和整个经济的管控能力 推进以央企为主导的供给侧改革 在军事上 推进以强军为目标 注演于打仗和打赢仗的军队改革 在外交上 得益于中国经济整体实力的提高 实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 以一带一路亚投行为推手 谋求提高中国在国际治理的话语权 进而主导国际格局 习太阳能照多久 习近平的这套政策组合权 带有鲜明的进攻色彩 但要变成现实 还需借助媒介 他利用民意和党义 对腐败的憎恨发动反腐打击官僚 又利用党内强硬派和官方强力机器 对民意的不满压制民意 严控社会 但是习近平也不想失去党内开明派和社会温和派的支持 于是有三中和四中全会 全面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决议的出台 让其改革者和守法者的形象又得到部分恢复 虽然在这期间官方继续强化对舆论的管控 但至少打消了社会对中国将往回转的疑虑 现在看来习近平之所以做这两个决议 有两重考虑 一是借助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提高和改善 中共治理水平 使党的统治更有力 二是他此时尚未完全掌握超级权力 十八大的政治局是一个派系平衡的结果 他的人马不占主导 还受其他派系和大佬的制走 决议并非反映其主要意图 但他要利用这两个决议 赢得民意支持 在反腐名义下加快清洗政敌 将权力给予一身 经过五中全会一年的铺垫 到六中全会 当习近平自认权力已巩固 不再需要用改革来包装 于是自封核心 制定严格的党内政治规矩 要求官员效忠 而中共十九大和今年全国两会 则完全是在习近平的主导下进行的修宪 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 确立习近平思想 至此完成他的集权 构建起了他的红色帝国 习近平是吉毛和邓宇一体的 矛盾混合体 毛是体 邓适用 他两者都想要 这就造成了自身的内在冲突 换言之 习近平不是不要改革 但毛的体决定了改革限度 改革只能在毛的底色的基础上进行 同时只能以他的形式方式推进 这不但是改革无法落地 也导致体用冲突 使其政策和路线以一种反改革的面貌出现 从他近期引起争议的自力更生和国有民营等表态来看 皆呈现这种状态 另一方面 尽管习近平的执政路线根本转向的可能性不大 但也没有完全丧失伸缩性 在内外极限压力下 其政策和路线局部调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习近平广东之行 传达的信息模糊地显示了这点 不过有一点很清楚 官方对习近平的吹捧没有停止 习太阳恐怕还得照下去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赏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3天到1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机赏一栏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势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你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3天到一周时间内 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 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 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活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活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